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三 上一節跟大家詳細說這個藍絲是怎樣煉成 我們說的是港義的藍絲 因為大家都知道 藍絲包含著 就是一群 將愛國旗幟 變成了政治包裝 成為自己 快速上位途徑 的一些政棍 同一時間 藍絲又包含了一些支持港共政府 支持中共 的市民 所以藍絲有時不是一個 好好的 詞語 去描述他們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一節用回這個字眼 叫做愛國KOL 愛國藍絲KOL 又要預備 發材料 所以我上一節說的東西 真的好認真地說 他們 最核心 最核心的價值觀 就是要賺錢 他們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沒有做任何錯事 原因就是 正如我們上一節跟大家討論 他們覺得自己做了一點點好事 就代表自己是好人 做了好事 他不看一個 很大的方向 也有朋友跟我們說 有時候這個叫做兩股正義的衝突 是甚麼意思 他們覺得自己正義 他們覺得自己正義 不是問題 但是 我剛才所說 你如果不看一個 很大的方向 只顧做了你所有眼前 你覺得是好事 就做 而你 不去理 那個大是大非 你正在做相反方向的話 那你就會變成做壞事 舉個例子 你看到有一個俄羅斯的士兵 受了傷 在你面前就來死 你 做一件好事 你去救回那個俄羅斯的士兵 出於人道的理由 我們沒有人會說你正在做壞事 是不是 其實很簡單 所有人都有測忍之心 所有人都有善良的一面 任何人見到 憑死的人 快要等待救援的人 你去救那個俄羅斯的傷兵 你覺得自己做了好事 大家都同意 可能你救回一個 垂死的人 雖然那個是俄羅斯士兵 你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你看到這件事 你是平民 你可能救回他 這就是我在說 你做了一件小的好事 但是如果你把那件小的好事 無限放大 而不理 整體大方向的時候 這樣 你就有機會做了一件很大的壞事 而你當自己看不到 所以再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很簡單 你幫完一個 俄羅斯受傷的士兵 你覺得自己做了好事 我大規模 去拿大量的物資 幫俄羅斯的士兵 他們誰受傷 我就照顧誰 我很好 他覺得把自己原本在做的那件小事 放大了100倍之後 也是在做好事 那你在做甚麼 你在做甚麼 你在做甚麼 就是支持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 大家明不明白 真的 聽得大哥的記招太多 他經常都說這句 我都習慣了說這句 就是我在說這件事 你不能夠將一件 很細微 所有人都同意是好事的事 你把它化大了100倍 不管大方向 然後說自己在做好事 香港 就是 藍絲就是這樣煉成的 他覺得 警察受傷很慘 警察是公務員維持治安 我出來幫警察 一定就是做好事了 理論上 頭那幾句說話 未必一定錯 但是如果你將他 放大 100倍 去做 你就在做壞事了 尤其是 當警察 受傷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用暴力鎮壓的時候 不是誰受傷 誰就正確的嘛 這個現象普遍發生在香港 絕大多數的藍絲身上 他們覺得自己在做好事 義正嚴詞 總之阻礙人的路就不對 但是對於 中國共產黨 港共政府種種暴行 他們全部 就是三鑑其口 全部就是默筆作聲 那麼他們 會繼續做些甚麼呢 他們會繼續用 放大鏡 顯微鏡 去看你們的行為 然後說你們都不是好人 你們做壞事 黃絲搞市集 人血饅頭 黃絲搞甚麼也是人血饅頭 不知道誰誰要逃亡 又是人血饅頭 他們 他們就嘗試 將 你們做的每一件小事 他們找到一個 缺口出來 甚至乎那件事不存在的 根本沒有發生過 他們就把那件事放大 將你們描繪成為 壞人 總之你就是壞人 你做所有事 他們來來去去 都是只有一個邏輯 他們最重要呢 就是 說你為了錢 而去做 因為他們在他們的心目中 根本這個世界沒有其他東西 除了賺錢 賺錢之外 所以 你們 那麼努力在這裏做 一定是有錢的 如果不是你為甚麼要做 他們真的不明白 我們是要貼錢的 我們很多人 我們黃絲自己就知道 很多人為甚麼要貼錢 因為你相信那件事 你認為那件事是正確的 我們很多人 如果用多點時間 在英國去賺錢 做生意 可以做得很好的 香港人 生意想頭 一向都很好的 為甚麼 花那麼多時間做了其他事 就是因為 我們跟你們有分別 你就覺得每一件事是要賺錢 所以他們覺得 自己收錢去示威 所以你香港人那麼多人上街 你一定是收錢去的 背後有美國給錢 有英國給錢 但是你自己看看藍媒的新聞 英國經常說沒有錢 何時有錢派給你去示威呢 還要你 過百萬人上街 問你在哪裏收錢 你又說不出 你們在哪裏收錢 我反而說得出來 你們就在民建聯辦事處那裏做 你們遊行那麼少人 要收錢有多難 講了7分鐘 這節要講的就是這些愛國KOL 你以為他們 真的關心香港 睜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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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 港豬不是一個藉口 如果你默默認同這班人 關心香港 你也知道大陸有甚麼事 大陸現在其實是大爆發的 搞清楚 再講多一次 我們這個節目都有內地聽眾 我相信他們會明白事理 再講多一次 內地大爆發的時候 任何人都不應該亂去 同一個正常的地方 你染了疫 你不會到處走 是同樣的道理 絕對不存在 你是內地人 我就叫你不要來 現在叫你不要來 是因為你 內地大爆疫 而你內地 的人 是不會做檢測 不會介意傳播病毒 他們經常說 誰怕誰嘛 現在大家都養了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任何人支持 中國大陸在這樣的情況下來香港 就等於支持中國共產黨 在香港播毒 這個邏輯一定成立的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滑坡來的 這個是一件很明顯的事 愛國的藍絲KOL 他們做甚麼呢 首先第一 香港市民的健康 他們莫不關心 這個肯定是事實來的 其實不用我講也知道 不知道為甚麼 他們自己選擇性失明 第二 國內人民 說到自己那麼愛國 他們是不是關心國內人民 完全不是 因為他們關心的 是要帶隊國內人下來香港李寧旗艦店 去掃貨 李寧下來廣東道開旗艦店 的最根本原因 是因為 廣東道 因為 中國共產黨三年的動態清零 清零防空 已經徹底把香港的本地經濟 搞死了 整個廣東道 靜悄悄 整個海港城就來拍烏鷹 所以 這個那麼偉大的品牌 李寧就可以下來開旗艦店 因為租金 可能是 大幅大幅 崩盤式下跌 大陸本來也沒有錢 還說要下來廣東道 開旗艦店 引來了 藍絲愛國KOL 華記 說要帶 市民 去掃國貨 甚至乎就是 動員 20名藍絲 衝去這個愛國旗艦店 李寧那裏就是so far 他們現在 在期待 就是通關之後 人潮又會再次逼爆廣東道 所以 我們真的半句都沒有屈你們 他們 由始至終 只是關心 經濟利益 他們是半點 其他東西 幾乎都不關心 所以他們會說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有些人 在網上亂說話 首先第一 我們從來亂說話 第二 你不明白的 是很簡單 因為你 是有問題的嘛 是你對很多抽象的概念根本不明白的嘛 我們是很清楚的 我們很明顯 在政治上 有很清楚的看法 社群的人 有一個很明顯很清晰的光譜 我們和你 基本上是細不兩立的 他們經常說 他們握 mus又 如果我有心握 mus又 我們天天 就要做藍絲市場啦 我吃完 藍絲是一種心態來的嘛 當你關心經濟利益 八卦新聞 再關心 其他 價值觀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藍絲了 藍絲其實是一種病來的 我要做市場騙LINE 為甚麼每天都不做這些 我每天去做姚生士 每天去說是非得 用不著跟你說政治 為什麼我們就是要做一些 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你猜每一個人 每一天 真的很有心機 關心 政治和時事的嗎 所以不好意思 你們全部搞錯了 我們完全不是 為了賺錢而做這個台 我們倒轉 我們倒轉做這個台 就是為了我們要說 這種價值觀 這些想法 而這些想法和價值觀 在香港不只是在2019年出現的 從很久之前 開始 是一波又一波 開始是滾動上來 所以他們其實真的很好笑 他們 永遠都不明白別人在做甚麼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請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做的工作就是媒體 我們做的工作就是時事評論 和時事分析 我們是專業的時事評論和分析員 我們非常之尊重這個工作 當然 看見了 行業裏面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人 甚麼人都有 但是不好意思 我們不做那些事 我們是以我們的立場 以及我們的公信力 去維持這個台 我這裏也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 希望大家明白 金融市場裏面 有老千 有莊家股 有人在賺錢 但是 整個金融市場 先不算大陸 先說回香港以前 你先說一下以前 還未大陸化之前 香港 市場 所以 在這裏的原因 就是因為裏面有規則 你要遵守 裏面有制度 而你是靠制度 使得那樣東西可以運作 當然 香港的市場 都一直有露遷 一直有騙子 一直有莊家 但是不代表 全部人 在這裏正在做的事就是騙騙騙騙騙 又或者這樣說 就算有騙騙騙騙 可能佔的百分比 也不是真的那麼多 在說整體的業務 即是你是 銀行 你是匯豐銀行 如果不是在做實體生意 那你怎麼上市呢 那你怎麼做呢 不能真真正正 腳踏實地去做的 有一些部分 是有人覺得 可以透過 握拉 握 grace veal 造謙 打說是非 就是길來一haps 有害群之馬 但有害群之馬 代表 DK 所有媒體 所有時事評論 所有忠預定 所有新聞傳ев national news 我們也說得很清楚 藍媒在做甚麼呢 他們在 新聞上 因為資源較多 因為人手較多 不是較多 是非常之多 他們 新聞資料的準確性可能就被人強了 但是 並沒有增加 他們在政治上 的公信力 因為他們 他們在做的新聞 是維穩的新聞 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未必每一件事一定正確 再說一次 例如習近平政變 但是我們很清楚自己在說甚麼 我們也很清楚 哪一些是分析 哪一些是推測 早就說清楚了 我們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們 不會因為你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和港共政府的政權 我幫你掩飾真相 只是這件事 這件事已經值得要存在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支持我們 我們 對得住自己 我們 非常之尊重我們這份工作 希望 聽眾 支持者繼續支持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藏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